米肉 這個 בן肉我在超市的新鮮肉桌購買 3.85g 1公斤 1.125公斤 买了4.33英镑 真的很大 有些用来炒 有些用来蒸肉饼 炒 今天和你们分享冬菇蒸肉饼 这里有剁碎的肉饼400克 还有4个浸软的冬菇 冬菇切粒 腌一下猪肉 放少许姜米 少许胡椒粉 放少许蚝油 少许生抽 少许老抽 放了蚝油和生抽 放少许盐就可以了 1茶匙糖 这里是2汤匙水 加1汤匙生粉 生粉水慢慢加进去拌匀 1毫米 2毫米 1毫米 如果你喜欢可以加弄蛋白 也可以 1毫米 1毫米 2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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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毫米 3毫米 3毫米 4毫米 5毫米 3毫米 搓到有黏性就可以了 不需要搭它 搭它会有点韧 放一点油 放冬菇 如果有马蹄可以加一些马蹄 这个猪肉要尽量摊薄 可以放一点姜丝 水滚下锅 蒸多久呢 正常煤气大火蒸8分钟 如果火弱 或者肉饼厚 就尽量加时间 我因为肉饼厚 火力很弱 蒸了12分钟 可以等它一会儿汁会吸进去 如果太多汁可以倒一点汁 可以放一点葱 灒一些滚油 放一点豉油 因为刚才我们的肉饼也有味道 所以豉油不用放太多 放大气 但我们将这个 sneaky灰滚 在此之后 好 是 把热闹锅 放大火 放一点小排 放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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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row 放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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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